款价从60天到90天 西蒙的比较夸张120天 对 走向有问过 妇产科医生吗 是吗 因为5个月的 没有什么精神工作 现在就是我们从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里面 我们就看到政府好像是 非常的照顾我们 妇女 尤其是生产妇女 因为女的大过天 政府终于明白了 OK 所以我们政府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缓假从60天到90天 像这个可能要请你来分析一下 因为现在你看 5个月怀孕5个月以上的所谓的公务员 他们就是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回家 然后如果丈夫跟他同一机构 又可以提早一个小时回家 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提早一个 就是不是每个人 就是孕妇都提早一个小时回家的话 那对于这个生产力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呢 然后你没有完成的工作 谁帮你完成呢 首相有问过妇产科医生吧 什么 因为5个月的 5个月呢 他就没有什么精神工作 所以早回家也是OK的 哈哈哈 而且如果你工作效率高的话 应该少那个小时不是很大问题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会影响到工作效率 不会吗 少一个小时 如果我知道我6个小时要完成的 如果我5个小时要回 所以我在5个小时完成那是OK的 好这个小时东西就不跟他计较 产假呢 其实这个产假呢 我觉得是相当的创意啦 马来西亚从来是还没有的 私人界啦 我叫私人界啦 其实60天它应该是很足够的 嗯 那有些人30天40天都会来工作了 对啊 所以现在呢 如果是90天的话呢 我想这个呢 可能会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呢 我们的人手的不足 一个业者呢 老板呢 他会不会呢 换个思维啦 如果要请妇女啦 他会不会讲 诶 你是不是结婚了 还是没有结婚 如果你结婚了 你什么时候计划 会生小孩 这个呢 可能会影响招聘的工作啦 诶 可是这个90天它是我忘了 它是限于公务员 还是说他要私人界 他现在建议私人界 建议而已啦 公务员已经有90天了 他是建议 建议 但其实建不建议 我做不做都是 没有 整个很多人都不了解 他其实呢 整个的财政预刷案 都是一个建议 在这个国会里头呢 对辩论 一辩论呢 就通过了 马来西亚多数都通过的 明白 多数都通过 这样通过了 我们的老板就有一点苦恼了 对不对 我想老板也有老板的创意 如果是一个员工 他有产假 当然是90天 工作的话啦 但是我会想到 我是给你60天 但是你那30天呢 如果你回来工作呢 可能我会给你1.5 哦 这样你就可以回来工作啊 又多一点收入啊 我又不需要去聘请别的人来替代你的工作啊 所以这本来都是你做的工作啊 说到这个拿钱呢 我就想到一码援助金 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在一码援助金上面都没有这个增加 对啊 然后在还没有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想可能要再请你再讲一次 其实在几年前大概是很有创意嘛 就有这个基金 这个是拿了是不销还的 对啊 在平常的人呢 我帮人民呢 经过了这个好像一个计销条 我的收入没有增加 但是我要怎么帮人民呢 就好像澳门也是有啊 对 之前香港也是有啊 所以这个呢 一码援助金呢 就是政府呢 给你一些现金 来抵消你日常的这些费用啊 这些东西啦 所以这个现金呢 它怎么分呢 它是跟着这个收入 如果你就少过3000块啊 你就有1200 1200是顶合了 如果你的家庭的收入是3000到4000呢 你就有这个900块了 这是每年啊 不是每个月啊 对 除了这个两票人啊 还有老人 你如果你是单身 你是21岁以下的人啊 你的收入少过2000块 你也有400块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一码援助基金呢 来帮助这个人民啊 这个直接进入你的口袋 所以但是我们看到是说 他他没有特别增加了这个币马援助金 但是他就把增加了公务员的 算是bonus吗 对对对一些援助金 援助金 其实公务员呢 去年也拿了很多 我讲他的福利了 今年拿更多 更多 对 我们也知道大选啊 这个这个票仓他是很大了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以为是去年公务员是拿500块 今年应该 我以为是 今年是一对一是双倍1000块 没想到呢 这个很大的红包 每个人呢 1500块 1500块 对 所以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呢 整个呢 行政卡销 很大 越来越膨胀 对 越来越大 所以他百分之 我觉得是百分之33到34啊 所以这162万呢 得要照顾啊 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啦 就好像看来看去 你就是 买票的一个预算案嘛 对不对 总的来说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这个财政预算案呢 是我在这个四五年 也不要讲前一届的大财政预算案 最好的一个预算案 他怎么好呢 他真的在前面都有顾及到 但是他是前面 但是还是不够深入 怎么这几年我看到呢 他都是千篇一地 购款购在哪里 派钱啊 派到什么人的口袋 刚才我讲的一马圆柱基金这些东西 所以我讲他是不够深入 他而是表面在协助 对 可能2019年会有改变呢 因为2018年现在大选要到了嘛 要照顾全民比较重要嘛 对 好 今天谢谢 谢谢孔仙人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